毫无聊向大众推广和亲自体验 透过贝珠工艺 重现两百多年前 早就存在花莲阿美族妇女制作的贝珠之美 即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 策办南岛贝珠之美的特展 国立东华大学原著名民族学院教授王玉鑫 近年透过新贝珠工艺 致力重现两百多年前 早已存在于花莲阿美族妇女制作的贝珠之美 为了向大众推广和亲自体验 即日起在导人艺术空间策办南岛贝珠之美特展 日前也带来分享与创作系列活动 透过深度田野创作体验及座谈会 藉由手作持续传承这项传统工艺智慧 这次课程内容最主要也是因应萨菇尔部落 他想要把自己的传统服做回来 但目前有很多的饰品在想办法做回来 但是以前太多的饰品是用车取备 车取备现在已经无法采集 那再加上其实我们几十年前的主席们 就已经试图用牛腿骨来取代车取备 所以有很多饰品我们是可以用牛腿骨来取代车取备 那今天课程带给大家就是说 如何处理牛腿骨到怎么制作 把以前的美感饰品的美感做回来 其实贝饰在就是原名传统服饰中算是蛮常见的一个元素 那现代也有很多想要再重制这个贝饰的这个饰品 但是有蛮多都是用塑胶或是现成的 更好取得的材料去替代 但这样就会加速这个贝饰之美的流逝 所以我们就请到玉行老师用了牛腿这个材料去 去呈现就是最接近贝饰质感的 该展节起至5月4日 除了分享南岛贝饰之美 也邀请玉食达人林圣火回缩新石器时代 在花莲就有的玉食智慧 一手大学讲师尤美倩 也带领学员制作古饰与玉食饰品 藉由物件的在线来延续历史故事 重现花莲数百甚至数千年来驻独有的传统工艺美感 记得长方院花莲师报导